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给你120瓶反而邀请你过去吗 有意你算一下拿你帮你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您现在收看的是辽省地区 唯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您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大宝 我是为您促成美好姻缘的主持人轩轩 来 掌声有请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生活如花 爱情寺觅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邀请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遇到对的人不是强烈的动心 而是长久的安心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 文文 好的 同时也要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 八位亮丽的女嘉宾 有请她们登场 我是沈阳的刘珊姐 我是一个要强的女人 一辈子都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是来自沈阳 我叫窦燕秋 心中有爱才能被人爱 大家好 我是米笑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张志青 未尝尝过爱情的甜美 我渴望幸福 大家好 我是来自本西的曹西燕 有爱情勤劳奉献的台亚英 我来自沈阳 理解 包容 互相体谅 遇到我就知道什么是幸福的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温书方 正确的时间 遇着对的人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金香珠 按照惯例 其实我们八位姐姐来到舞台之上的时候 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话题的讨论 然后引出男嘉宾 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把这些都可以去掉 其实今天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男嘉宾 他的目标或者是他的愿望 其实在我看来 简单 你从这个角度说简单可以 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也确实是有一些执着 有执着 今天的男嘉宾有啥特别 今天人家就是奔着晚回来的 奔着晚回来的 这舞台上这样的人不多 今天我好奇了 他能不能成功 咱们祝他一力之力吧 好 掌声有请 本场男嘉宾登场 有请 我们7号怎么了 怎么 哎呀妈呀是咋的 我不想录了 怎么讲 为啥呢 因为我印内的 我知道你认识他 但是你没和我打招呼 我这实在是没办法 咱叔叔老诚恳了 就差给咱导演组跪下了 你为哪一位女嘉宾而来 这个是你要明确的 因为我们台上八位女嘉宾 今天就为 是哪一位 为7号 为7号 对 我没记错的话 你之前应该是来过两趟了 给人承认错误 给他挽回 要是两趟 算这次两次 算这次两次 这次第二次来 以后你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 有一点心目痛快的 牛头就拜拜了 没了 以后也不犯那个错误了 我希望我们俩 越一世间来没有事了 理理由 互相想着点对方吧 第二问题 我就想问你 都对于对方的子女好一点 不要调节 孩子嘛 必定是孩子 那不能了 那没有了 这就是上次那事吧 我也没说 啥也没说就走了 你能原谅我吗 给机会 但是你心里不要太成熟了 还是在考验你的路上 在继续努力 以后你能好好的爱我吗 那是一定的 男嘉宾的最后一个问题 您可以选择拿走手里的玫瑰花粉 要吗 要 来 上一次的事原谅我吧 以后我们俩 以后就走到白头大脑吧 希望你能做到 哇 你别费劲了 这又咋的了 又闻一点小事吧 家里边的小事 那你家里小事 你俩就在家解决吗 怎么还闹到这份上了呢 已经找不着啊 电话拉黑了 你俩据说不是住一块吗 怎么还能找不着 是谁走了 他走了 我 你走了 你走了 你还找人干啥呀 错了呗 因为啥事这次啊 因为 家里边的那个 房子 房子的事 他 他女儿和他姑娘可能要用 我他住的房子要 给押贷款 那这房子是谁的 当时他姑娘的房子 那人家用不着正单啊 当时是 是我 他跟我说 跟我没关系 是 当时他就告我了 结果我就 有点 就是皮不太好吗 去啊 当时也没合计 完事 晚上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要走 说完我就后悔了 当时他就说 不行 我就跟你收拾 不走不行 就这么的 其实我们 娃阿姨上一次 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您再来 我都问你了 我说你之前 跟我们都叔叔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已经理清楚了 是不是断干净了 您又来相亲 你说断了 你俩之间 后来又因为啥 你说你再也不能跟他好了 今儿你为啥来 不知道 我这身上眼 你不够意思 不能这么办事 女嘉宾现场发飙 男嘉宾的挽回 还能否成功 是不是已经理清楚了 是不是断干净了 您又来相亲 咱们导演组也很没难的 你事先 你啥都不和我说 你怎么回事 你俩撒谎呢 男嘉宾挽回爱情 只有一句话 台上台下 急得其助力 原谅我这次 最后一次 行吗 我真跟你有点够 我们导演组算是 为你俩尽心尽力了 爱的选择 稍后精彩继续 以前我近视还有散光 后来眼睛花了 看谱子还得戴老花镜 看远处还得换近视镜 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 几十次 太麻烦了 而且这老花镜 带时间长了 眼睛酸胀 头也晕 有了这副超市的 看书 写字 教学 开车 看远 看近 只要一副就够了 高音 低音 要转得自然 看远 看近 也要收放自如 人老了 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但你可以换一副 好眼镜 四十多岁以后 我就开始 眼睛就花了 我喜欢摄影 你要是在外边拍 还得戴墨镜 要不就黄眼 上那高原地边 或者是太阳光墙的时候 等着一戴太阳镜 花镜 看不见 等着戴着花镜 又黄眼 到去年 然后听我们一个摄影的老师介绍 说他得再配一个超市率的眼镜 平好的 能看远能看近 这副眼镜戴了以后 他又不用摘 看远也行 看近也行 不像以前那个眼镜 还得这么扒了下来 太显老跟老太太似的 有时候爱喜欢旗袍 有时候我们上大课吧 一百多人 就是要站到后边呢 老师前面动作看不见 戴上这个眼镜呢 看近也行 看远也行 然后老师的动作 我都能看到 从说你那个岁数大 你万前站 我说不用 我有这眼镜 这眼镜就是我的第二双眼镜 眼花就戴超实力 我是蒋大为 我信赖超实力 超实力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眼花就戴超实力 地址和平区南武马路 与中兴节交叉口 西行20米路北 超实力视光中心 背景专线 024-8168-1988 我的学校员你不够意思 不能这么办事 你实际上 你啥都不和我说 我觉得是这样 你应该说两句 然后我们导演 也上来解释解释 咱们导演组也很没难的 你们两边 咱们都是你们的娘家 来吧导演 在这呢 你怎么回事 你俩撒谎呢 你快点 给我弄你脑子汗呢 杜叔叔和温阿姨之间的事 我特别了解 就他俩的分分合合之后 跟我聊了很多心里话 说真的 其实我之前我跟温阿姨说 你可以完全就不理他了 但是杜叔叔后来我又找杜叔叔 咱们在这聊了很长时间 我真觉得你俩特别合适 真的分开的理由真的都是小事 包括这回杜叔叔因为这个房子的事 跟我说了很多 但我觉得 我也跟他说了这个事没有跟你跟你没有关系 他也意识到了他就是有点这个小脾气 然后这一次呢他找到我说 我跟他出了很多很多想要挽回你的方法 然后他当时他说说在没有你允许的情况下 然后他不敢去登门找你 他属于那种自尊很高的人 所以这回呢我知道你来 所以我也把他叫来 我说最后一次 然后再给一个机会 如果如果说说 你要是真的不给他机会 他也就 暂时他也就不想再找 有好多 不是浪费时间你们 不是浪费时间 真的 因为啥 我给你 咱说我给你介绍了 我给杜叔叔也介绍了 但是杜叔叔别人不看 明白吗 就只为你 所以说阿姨我希望你真的要 这样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也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了 应该把时间交给你们俩 对 至于最后的结果 能成还是不能成 这个我觉得就是 你让缘分的事了 对 看老天爷的意思 但是争不争取 我觉得作为男人 咱们得先迈出那一步 看 看 今天咱们既然带着诚意 带着这个道歉的心来了 甭管怎么说 我不管他7号 这个能不能接受我 但是我今天必须把我心里话 全部说出来 这个咱不留遗憾 我们导演组算是为你俩尽心尽力了 就即使落着埋怨 咱也愿意干 就这事咱今天既然来了 别后悔 行不行 叔叔 是 原谅我这次最后一次 行吗 你说你上次就 最后有几回最后了 我真跟你有点够 那天晚上是 我说完我就后悔 但是那天你也挺倔 不行 我就跟你收拾 因为你不是一回的 所以我就 最后一次 我就不想跟你拿 就是 最后一次 以后就听你的 什么事听你的 你向这些人保证 你能把工资卡交给我不 今天我都揣来了 揣来马上给我 来 来 跟他兜里的 跟他兜里的 咱导演 咱导演 导演快 此时此刻要迅速 把衣服给人家 人家自己掏 不是 不用 不用 一步一步 是吧 交工资卡 拢共分几步 就一步 愿意 不是 你交工资卡 你得说出你的诚意 我不是分你这个钱 我知道 因为啥呢 你这人拿钱特别回重 我要他钱很费劲 你知道吗 我认识他一年 不是 七号 七号姐姐 你最不能容忍他买点 你当着大伙面 说一出乱 我最不能永远他 拿这玩意当耳机 总是一生气就要走 一生气就要走 所以这回我没留他 我说你赶快走 你就是你有的想法 你就一分钟 我别给他打 关键这事是谁灌的 快点 我灌你吧 我灌完回来 你还接受我之前 那就是我是你 不是 你说你给这个电视一步 你不想我难看的 我总是反反复复的 那你说下回 咱还咱还 我觉得这个不是难看不难看 可能男嘉宾 这个杜大哥的意思 就是在电视上 才能显示出我有诚意 我有决心 我肯定要做这个事 好 我们爱的选择 给你们承诺一下 这一次我们也是帮我们 男嘉宾最后一次了 你们 我们也是最后一次了 温阿姨 不可能说他想来挽回 之前不管犯过啥错 给你得罪成啥样 咱都还管了 咱都聊了你和这个杜叔叔的事 可能也不止一次两次了 在舞台上 我都不好意思吗 我跟你讲 我现在看你俩在那你知道吗 就像两个小孩一样 尤其看我杜叔叔 那就是小孩中的小孩 就是我觉得男人 只有在自己真爱的女人面前 他才能把自己童真的一面展现出来 杜叔也跟我们 包括刚才那导演 我们也都探讨过 他跟我们不断地说 我现在心里 只有这个温书芳一个人 我只要认准一个人 爱上一个人 我别人都容不下 其实我们也劝的 要不然你看看其他的女士 其他嘉宾 我们再跟你尝试接触一下 不行 什么都不行 所以他自己是不断地总结错误 然后不断地提醒自己 原来是我还是爱着您的 所以他才求着我们 我的天哪 说心里话 我们看到当时那个样子 我都不忍心 那你说这事咋办呢 我心里 我最后 你看这样 从他们俩说这件事上来讲 好像是快三进三出的感觉了 是吧 对 差不多 以前也在一块儿 彼此了解生活过 那彼此在之前呢 就应该有个定数 我觉得这个定数没怎么明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 从这位男嘉宾来讲 今天能够第二次返台 来承认错误 说明他的诚意 当着电视前的这么多的观众 说也挺不容易 对一个男人来说 我的感觉应该给男嘉宾 一起机会 理由是什么 他这个诚意吧 当电视台这么多人 这么多面 应该是诚意了 给他一次机会 对他这个三进三出这一种 你应该想出你的策略 怎么去把这事扼杀住 但是从今天这个男嘉宾 能重返 二次重返台来 向你来承认 这个赔礼道歉 而且很真诚地把工资卡还交给你了 我想他确实想托付于你 我也希望你能认真地斟酌一下 下一步应该怎么定 其实大家都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都是希望能够找到 陪伴自己走过余生的另一半 那么大家都想找一个合适的 什么叫合适的 我一直觉得合适不是说两个人的性格是互补啊 或者你有你刚我就柔 你柔我就刚 我觉得两个人真正合适的是能够彼此容忍对方的差异 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合适 因为我们看到男嘉宾站在那那么的诚意 但是又是那样的发自内心的有一种羞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想起一个童话就是狼来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反反复复地说了那么多次之后 真的狼来到了那一瞬间 结果怎么样 真的就是没有人再去帮他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反反复复地和咱们七号女嘉宾这样做呢 是因为你真的舍不得他 你可能真的认为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 而咱们的姐姐一次一次地能够容忍你这样做 也是因为她觉得你在她的心目当中也是那样的合适的一个人 上回我回去以后 她就跟我说 姑娘姑娘孙女不来了 当时说我不是说我反孩子 其实我喜欢孩子 就是小孩逃的正是正常 但是她我有时候 我说她不让我说 她上次来之后 我们的阿姨 她说的她改的那些事都都改了吗 她上次回来到现在 我女儿连一面都没有 是 根本都不去了 是 自从上次我回去 就合着你得耳边用眼 你也带出矛盾 咱就不去了 孩子大了得说 就这么 那你俩这次再好的时候 你姑娘和你姑爷 要房子这个事 跟之前你俩出得不愉快有关系吗 不存在要房子 那要啥房子 是不是这个房子卖了之后 你俩就没地方住了呀 不卖 搁银行压三年 三年把钱还 让房子不动 当时 你卖一跟我说 这事跟你没关系 后期我 没事我也合去 我说这位姑娘 姑爷不来了 孙子也不来了 我一合去 这就是房子有点事了 就是我合去 这是我意思 让我走 实际你卖一跟我说了 这事跟你没关系 当时我也有点倔点 就这么的 我说那我走 确实没关系 是 你这么一听确实没关系 是 我没关系 也不当你住 也不当你俩顾 你说你闹啥闹 你那牙三年 带三十五万 三年长度三十五万 一还银行 啥事没有了 就跟他说了 我说还不上 然后还有下一说 这不就错了吗 其实往往看到咱们大哥站在那 我忽然感觉像一个小孩一样 因为每一个孩子 他想要让对方引起关注 想要让父母关注他 想要让父母爱护他的时候 他一定做出相反的举动 就是你的一次次离开 你一定是想要告诉咱们姐姐 一定要重视你 你必须得看到我 必须以我为中心 这就是你真实的想法 是啊 是这意思不 咱现在哪不说对不 对 多大哥站在舞台上 站在我身边 我离得近嘛 他这个状态特别像那个 做了错事的 是不是 小孩 你看没看着 你刚才上台的时候 我们阿姨见到你说 是啥样的状态 是 你看 你感觉她是期待你来 还是说真的心里边 已经凉一半了 差不多凉一半了 七号姐姐 其实现在我倒觉得 其实你不单单是给大哥一个机会 也是给你自己一次 重新选择的机会 所以说我倒是觉得 此时此刻 你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那这样我们请出我们的七号女嘉宾到台前来 让我们都叔叔跟他来一次正式的告白也好 道歉也好 我们七号女嘉宾也做出一个决定 是否可以接受 好 来 有请我们七号 我说七号是这个电视播 这是我不想再演这戏 你的说的每一句话 七号你应该今天就是当断折断 对 就是别有后续的事了 像刚才你说的 不不不呀 今后怎么样了 那无所谓 这个决定于你现在 你是主角 对 你好好想想 我们男嘉宾女嘉宾 给你们两个人每人两句话的时间 第一句话 他有什么让你舍不得的 第二句话 他有什么让你无法接受的 你也一样 然后你们就想清楚了 对方是不是你要选择的那个人 给自己一个了断 或者是继续的这个理由 好吗 呀 快一年了吧 因为你对我特别 从生活上 从那个 我一开始我哥家到他那 就是说各方面照顾的我特别好 是啊 各方面 所以说呢 我到他家以后啊 吃药都过敏 所以说我特感谢他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来 特意来道歉来了 希望你给我最后一次几回吧 跟我们娃娃一相处很舒服 愿意和他在一起 是 那他有什么让你接受不了的 这是个坑啊 有吗 没有 没有 我就是开始我就没看好的 这从头说就是没看好的 那为啥选择在一起 他就是这个穷水不舍这个精神 坚持 我说吧 我就和他 哎呀 就接纳了 挺诚信的 我说后来他就是总变 开一回干啥一回 一回干啥 这回我就彻底伤心了 我就不想再跟他俩 就这么拉拉扯扯的了 我够了 爱他是因为他的执着 你说就是爱情 但是不爱他也是因为一个相反方面 他太不坚持了总变 对对对 公司卡以后公司卡就教你了 你你叫给我一回 叫我半休 这说话不怕别人笑我 半休 晚上叫的 半夜睡醒了 要回去了 那咋能要回去了 要回跟哪儿了 你跟哪儿 我哪知道 你说实话 一千也好 两千也好 实际我厨艺 咋俩别给这班整 你就说别的都没用 因为我都 我要是知道你来 我说时都不再来 阿姨 问阿姨 你忘了他的好了吗 实际上 你看他曾经也是 做好鱼 做好肉 给你女儿端过去 他那些是一个挺善良的一个人 我们刚才说了 你确实也很惯他 他没有珍惜你 但是想想他的好 如果真是能够 给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机会的话 你就不妨给他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改过自新的机会 咱再给 再看看他表现 对不对 他不也有好的地方吗 阿姨 是不是 你合计合计 他对你女儿 是不是 不是 我女儿对他也不错 我女儿这回想找他谈 他没来 其实你们家里的好多事情 可能我们还是了解的不够细致 但是今天在现场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 最起码到今天为止 给彼此一个答案吧 我们女嘉宾 您可以先转过身 我们男嘉宾对你的 今天的一个请求 您能否答应 用您的行动来告诉他 好吗 这次来到爱的选择 这个舞台 这么大的舞台 我希望我最后一次 肯定是最后一次 感谢主持人 感谢编导 希望你能希望以后吧 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吧 我改掉我的毛病 百分之百改掉 什么事呢 就听你的 希望你能原谅我 来 我们倒数三个数 最后一次 如果您同意我们男嘉宾的道歉 您就可以转身 如果不同意 请您走回您的七号位置上 开始我们今天的相亲 以后什么事都听 三 今天就 是哪一位 为七号 为七号 对 我要走 说完我就后悔了 最后一次 以后就听你的 你能把工资卡交给我吗 今天我都出来来了 出来马上给我 来 我到他家以后 吃药都过敏 所以说我特感谢他 希望你给我 最后一次机会吧 二 我真觉得你俩特别合适 真的分开的理由 真的都是小事 再说我给你介绍了 我给杜叔叔也介绍了 但是杜叔叔别人不看 明白吗 就只为你 就是我觉得男人 只有在自己真爱的女人面前 他才能把自己童贞的一面 展现出来 你就应该今天就是 当断者断 对 一 请选择 欢喜冤家再相聚 引得约会现场 爆笑不断 你们俩对话 对话得这么自然吗 我四姐 你们俩见过面 对 闹过房的事 怪不得这么轻松 加一块 我说我60多年 没吃过青菜 他就要买大堆菜 我说我就要吃肉 吃整年 他说你自己花钱吧 这是你说的话 男嘉宾带着目的来相亲 让台上女嘉宾伤透了心 你来到爱的舞台 应该选择爱 不是选择 你选择 反正应该上房下经济 你看 爱的选择 稍后精彩继续 您还在用发霉 滋生细菌的菜板吗 您还在用容易开裂的菜板吗 你还在用菜肉不分的菜板吗 快换上它 盛世德 双面抗菌菜板 正面激光雕刻 钻石不锈钢 背面高密度古物纤维 中国科学院 全新超级不锈钢 抗菌材料打造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七份国家权威抗菌检测认证 全力抗菌义菌 不发霉 不变色 无异味 生熟分开 不串位 一充干净 无残留 收纳方便 不占地 抗菌义菌 更健康 特大好消息 百万好菜板 换新大补贴 丢掉家里 发霉发黑的旧菜板 只要现在打经电话 原价399元的 盛世德双面抗菌菜板 只要99元 前100名打经电话者 再送价值69元 抗菌坏20双 抓紧时间 抢购吧 我们向您承诺 酒用不开业 酒用不发霉 不变色 机会缩售不多 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 抢购吧 之前用的这个菜板吧 当时买的时候 看得还不错 竹子做的 但是你用不起来 你就会发现 一天不用 你就会发霉 还容易发黑 洗也洗不干净 你看我家里的这个菜板 就是切了肉之后 再切这种生菜 就容易串胃 熟食 跟这个生食 根本就没有办法 共同用这一块菜板的 可是头疼 你看我这个菜板多好 就是这一面 可以直接就是 切这个水果和蔬菜 然后这一面 我平时呀 就是说剁骨头 切肉 鲨鱼之类的 都在这一面 一眼都不会串胃的 特大好消息 原价399元的 盛世德 双面抗菌菜板 只要99元 再次价值69元 抗菌块20双 抓紧时间 抢购吧 如果你家中有这种 整块的木头菜板 木头密度低毛孔大 血水油污 容易渗入进去 从而滋生很多的细菌 而且大力这个坎 切划之后呢 是容易开裂的 上市德 依然完好无损 它是新科技 它是联合中国科学院 基础研究所 采用国家发明专利 抗菌不锈钢材料 并且拥有7份国家 权威检测认证的认可 真的太牛了 重点你再看啊 我们在不锈钢上面 做了特别难的 钻石纹工艺处理 形成了很多的架空层 一是食物不粘连 二是可以架空刀具 达到保护刀具的作用 特大好消息 原价399元的 双面抗菌菜板 只要99元 再送价值69元 抗菌块20双 抓紧时间抢够吧 切菜 切水果 切熟食 用不锈钢面 切肉剁骨头 切生食 用骨物纤维面 菜肉分开切 生熟分开用 解决 菜板发霉发黑 滋生细菌问题 超大排面 做面包饺子 剁辣椒 还能磨蒜泥 一块菜板 安心用十年 原价399元的 盛世德 双面抗菌菜板 只要99元 再送价值69元 抗菌块20双 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 抢够吧 一 请选择 是 其实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 都是欲擒故纵的 有这样的屡试不爽 屡屡成功 但是你要知道 你这样做了之后 往往会损害自己的信誉度 你的自己的信誉度 一旦垮塌了 在对方重新建立 对你的信任的时候 就非常难了 所以如果真的 想要珍惜对方 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诚意 甚至自己的真诚的举动 来感化对方 这样才能够达到 自己真正的目的 其实可能不仅仅是 一束花 或者是 整个爱的选择蓝组 对你的帮助 更多的可能在生活当中 还得靠你自己 加油吧 叔叔 家在哪儿不是知道吗 对不 他姑娘你不也知道 联系方式吗 对 有很多种办法 不仅仅是 截止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的缘分 可能从今天开始 你换一个方式 跟他相处 会有延续的 咱们也希望 看着这份美好的缘分 能够继续 别闹心 阿姨 往前看 也许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呢 而且还有 就是我跟你讲 叔叔 其实刚才就这么帮您努力 也是爱的选择 我认为 我自己觉得 也应该是最后一次帮您了 我觉得 就是到老的时候 人一定过得是性格的 我跟你讲 就站在女人的角度 叔叔我跟你讲 我肯定不愿意跟一个性格特别执拗 而且太同心的一个男人在一起 因为我哄一次八次都可以 但哄时间长了 我自己的热情都给哄没了 其实在本场 我帮您的同时 我也觉得我特别心疼温阿姨 这个女人 我就敢说 任何男人娶到她 一定是那个男人的福气 您没珍惜啊 叔叔 好吧 叔叔 咱们也做了好多努力了 当然我们说了好几次了 这是最后一次 整个栏目组 整个舞台配合您 帮助您挽留爱情 但是在私底下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咱们还会尽心尽力的 但是最主要还在于您 好吗 是 你会不会从今天开始就放弃了 不会 不会的 加油吧 为了自己的爱情 加油 谢谢 好 谢谢 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出现 对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在爱情面前 我们都应该理智一些 然后去做一个 真的是忠于自我内心的一个选择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有请上我们本场的第二位男嘉宾 掌声 有请 有请 我叫观摆田 来自沙阳 今年68岁 我想带个女同志回家 女同志回家 你是要抢劫呀 欢迎您 您刚说你要带个18回家 带个女同志回家 这说这话有点豪横 你要带个啥回家 带女老伴回家 女老伴回家 那男的也不叫老伴啊 男的叫兄弟 观摆田 沙阳人 身高178 体重180斤 没有孩子 退休 没有房子 不抽烟 不喝酒 自己交医保 有劳保 目标很明确啊 就想找一个家 但是呢 可能兜兜转转了很多年 都没有成功 今天来到我们的爱的选择上 真的是希望观大哥能够成功 在见到您的第一眼之后 我这是早有耳闻啊 但是没见过您啊 我们小红娘可能对您的了解 更多一些 咱们听听 其实吧 我们这个叔叔吧 人挺 挺可爱的 但是就有一点 可能让大家就能想起 这个人是 是哪位嘉宾了 有史以来 我们爱的选择 唯一的一位男嘉宾 先找房 后找老伴的一位男士 先找 说的是你吗 有房是最主要的 是 因为没有房子 所以说早有房子 因为你自己没有房子 那如果说对方年龄上比你大几岁 或者是长相上你觉得不符合 等等其他的这因素都不在乎吗 只在乎房子吗 其他的就是稍微就差点了 主要都有房子 税税大点小点 那都不测好 大能大多少 大三五岁那都没问题 大三五岁 好的 那么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男嘉宾来到舞台上 来 八位姐姐 对男嘉宾有什么样的 低印象的 想说的 来 四号姐姐说一下 你来到爱的舞台应该选择爱你 不是选择 我选房子应该上房产经济 你看 人说了 房是地理的 我要报告啊 这是事实 来又报啥了 就是你们俩对话 对话的这么自然吗 我四姐 四姐 你是不是当时对他 牙根儿恨得都牙痒痒了 他俩之前相亲过 对手系过 在我们这个日常节目里边 您俩见过面 对 闹过房的事 是我们四姐很了解男士 那您今天又见到面了 啥感觉 人家心里太高 要求男方比较高 这么说 就是说呢 要是说的 今后在一起生活 必须得选一个合适的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了 不可能再有儿戏了 对 但是作为他来讲 他以房为主 对于别的其他 你看比如说 我说我六十多年 没吃过青菜 他就要买大堆菜 我说我就要吃肉吃走着 他说你自己花钱买 这是你说的话呀 我没说 我说去花营养 成家之后 一天三顿饭 一天不差 对 是吧 买的应当的 那当然了 到点儿就吃饭 你做的饭菜 是按你的口味要求吗 还是按人家的口味要求吗 我做的饭菜 按照老院 你养老院做饭 你喝喝 啥不喝 养老院 你不能说 刚才没什么 因为我啥意思 你那海神 我们男嘉宾是厨师 先跟大家说一下 是养老院做饭 啥都知道 啥都知道 养老院养老院做饭 做三十五岁 那是吧 这些老太太就和养老院一样 给你们做饭 你们吃就可以了 这是您说的话 不是 世纳的就得 照养老院的 对 照养老院的标准 就给你们做 四姐原话是这样的 你们跟养老院的那些女的 是一个系列的 是不 对呀 这把坑上去往里笑 老年系列 老年系列 没有老年系列 来 那个一号姐姐 瞇着眼睛笑 来一号姐姐你说一下 她听完她说这个 你咋想的 不是来找老伴来 干啥来了 干啥来了 她是找房子来的 找房子来的 这是到房产中间来的 她愿意给你做饭 哪一个女的 找老伴都是有房子的 没有房子 跟你上哪儿住去 再说 你往家 那个老头回来了 儿女瞧不起你 你考虑过这个 嫁汉的穿衣此番 都是男方有房子 你考虑 这事谁都明白这事 那人儿女 但是这是事实 但是那儿女一看 男方没有房子 儿女肯定不愿意 对不对 各人的想法 各人的想法不一样 就他心不像年轻人 上门 不能说一个 那行能接受 任何女都是说 我不能说 就拿你上我家吗 不可能 想一万个 只能有一个两个 只能有 我问问问 咱现场八位 现场八位 哪位能接受说 男的没房子上我家 可以的 咱照实说 我第一个不同意 不同意 我第一个 不同意 有没有同意的 她们这一张东西 如果男方很优秀 而且很符合你的心理 可以 一个房子一百多平 你一个人也住 两个人也是住 那都不是条子 您觉得您优秀到 可以到女方家里住 你不带房子不 是做饭嘛 买菜做饭嘛 买菜做饭 这是它的优点 买菜做饭 我看看咱们其他女嘉宾 这边呢 我们这边 来 七姐我知道 七姐可以接受 我这个男方上你家 我现在变了 又变了 不能了 又又完了 因为我体验过 男人到女方家 是不好过 咋的呢 因为啥呢 她有选择钱 她还不高兴了就走 不高兴就走 这真是上到梗上了 对呀 我现在在找 我一定找我有房子的 对吧 我不高兴活着 我也想 不问阿姨 有主动权了 我给你讲 七号姐姐 除了是说气话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 婚姻或者说是找伴侣 一定是有所图的 但是如果啊 过于功利的 这样的一些目的的话 没有那么牢固的感情根基 那一定是不能够 非常长久地往前走的 其实这个男嘉宾 这个来到我们爱的选择上啊 他说第一个条件 就是房子 我觉得也是开诚布公 很诚实的一种表现 我都急了 其实吧 叔叔是一个挺可爱的人 还有除了场上四姐之外呢 我对叔叔了解比较多 其实现场 私下叔叔也是这么讲的 那上来就问我 那个什么 房子房子的问题 那也不是跟我真心搞对象呢 那他要谈感情 我能不想找一个 跟我谈感情的吗 人家说了 我这一个月 这公司挣得还挺高的 我还会做饭 我还会过日子 谁跟我在一起 他不也想辅吗 谁让他上来就跟我 又房子 又问我这 问我那 他也是一个挺童真的 一个大男人 赶到舞台上来 第一件事就说房子 说明他心里边 确实挺在意这个房子 第二他很诚实 第三我们要了解人 不是说从一个房子来了解 从各个方面也可以来了解 对不对 我们受过伤 那我可能就觉得房子 相对来说重要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得慢慢来 别着急 来 一二三四四位姐姐 对男嘉宾印象如何 亮灯来告诉我 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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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场上你们嘉宾都把灯亮了 我觉得鼓励的面子更大一点 鼓励的面子更大一点 大宝 怎么了 问你一下 你会不会要求说你要找的对象 是他必须得经济条件在线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心里边 对于未来的婚姻生活都会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想法和方向 不是说必须有什么 必须有什么 但是最起码你要符合大概的一个轮廓 我觉得大哥人家说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人家是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就想找一个有房子的 这样能解决我的实际困难 但是我能做的是给你买菜 替你做家务 给你做饭 伺候你 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男嘉宾直眼了 来 这样 男嘉宾 请在我的题卡上写下 你心动女嘉宾的号码 12-221号 张志青 62岁 水洋人 丧偶 有双宝 有住房 子女 已独立 当然 我们的系统也会根据我们 男嘉宾的择偶的要求 为他制推一位女嘉宾 在最后的环节也将为您揭晓 其实我们男嘉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更多的从他的生活短片能了解 咱请看大评论 同事们大家好 我就滚白天 我的优点身体好 下面说明我的一些情况 我身高一米七八年轻松是吃点篮球队的 我弹调力好 善意跑动 现在没事的时候也爱留的 我还是力量型摔手 我成为我第五名摔倒的 别怕我体温大 我原来是厂着打平衙球 打我两回第一 上回第二 别看我年轻疤 但我身体健康 不打人不摔 我即便一曲照亮 或者最多半夜醒一回 以上就是我的情况介绍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对于我们男嘉宾的一些 对于未来的要求会有一些争议 要房子这事 对 我也想问问 就是我们来到现场的八位姐姐们 你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像大哥这样的 类似的就是硬性条件 我必须我得找的那一个 对 我的刚需必须满足 要不然你马上pass 看演员呗 演员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很虚无缥缈 俩人吧 要是能相中的话 就整都行 只要俩人相中了咋就行 那这人你看好了 觉得他长得挺顺眼的 但是天天跟你耍性子行不行 那不行 都岁这么大了 跟谁耍掉吧 那不给你花钱行不行 不给花钱那肯定不行 那我找你干啥呀 啥活不干行不行 你看这不对硬性条件吗 追你的人还多 一个你也没看上眼 儿子女儿都让你再到他身边去 你也不去 就想在沈阳找一个听你的 全听你的安排的 这不你言话吗 谁对听谁对吧 那你有错的时候吗 那肯定有错呀 对吗 阿姨你会做饭吗 会呀 做菜 会呀 我在聊台时 他干了五年半 一呀 那人家 你把口罩戴上 我看看是不是似曾相识 来 办一下二号吧 来 一系列的 一个系列的了 来 二号解释你说一下 来 你这系列 还有啥其他要求 你这发型不是聊台做的 爱的选择这个 到处上 让我们一方分顺 首先呢 我要求也就是说 给我一个安稳的家 尽起码给我一个保证 保证是什么 保证 房子 房子 对呀 你一上我家是怎么回事 一系列 我还以为保证给你吃饱 我有个安稳的家 另外男同志 必须得宽宏大量 相互包容 那如果说没有房子 他愿意把公司都交给你的话 行不 不可能 那如果他有房子 你上他那去住了 还要求他把公司交给你吗 那都是相互的 我不可能要求他 全部给我 最起码能保住我的生活 这笔收入 你是打算是放字 到时候买菜用 还是交给媳妇随便花 都上次已经承明了 这次又说明了 买菜 买菜 菜谁买 你买 买菜做饭 买菜做饭 买菜做饭用 大哥就是买菜做饭 来 不不不 媳妇要烫个头 撒点金粉 这钱你给花不 人家说了 不允许到他想说 你怎么这么整理他哥哥呢 老别的问题呢 老别的问题 就媳妇让你给掏钱 置办置办 对 不说那个房子事 烫头啊 买首饰啊 买衣服啊 先烙烫头的事 你愿意不 就花你这四千多块钱 四千一百九十二 不行啊 你就是上他家 上头花不了几个钱 不 你就上他家去住的话 也不行呗 人家说不行 不是我说的 不是 就是他要是说行 你上我家来 但是呢 我的什么东西 你都得管了 衣服啊 头发啊 你都得给我花钱 你干不 那衣服多少都是他 十件日子 二十件日子 那不房子给你住了吧 对 不买一日子 不是 房子不给你住了吧 行是不行 给花不给花 给买不给买 不给啊 不给 我都仇刺了 说不行 我必须要听您说两句 这个嘴拙的呀 就你们可以先提出 你必须有房子 然后就可你们提出 我做头发能不能给我花钱 就不允许人家说 你有房子能让我住一下吧 只不过他说的 可能话有点糙而已 你说你们 这还怎么呢 只能你们提要求 那叔提点要求还不行了 其实我觉得 大家一直在说 叔叔 这个也不行 那又提多余要求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吗 其实叔叔曾经有过一些经历的 跟他现在的情况有关系 人都是有经历才会 说变得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来了点一下 叔叔的情感情绪 男嘉宾牵手下台 却失望归来 背后究竟发生了啥 那是我们这些老太太和养老院一样 给你们做饭就吃就可以了 那以后要因为这个事 你就找不着对象了呢 找不着找不着 或者没关系 你拿五百块钱 穿过头 男嘉宾发言引争议 现场能否出现他的知己 问你为什么 我来出国狗军中 你有关系吗 你上你的中 你东西就算不从你拿到 他不给你120瓶 反而邀请你过去吗 爱的选择稍后精彩继续 您还在用发霉滋生细菌的菜板吗 你还在用菜肉不分的菜板吗 快换上它 盛世德双面抗菌菜板 中国科学院 全新超级不锈钢抗菌材料大造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正面激光雕刻钻石不锈钢 背面高密度古物纤维 全力抗菌异菌 不发霉 不变色 无意味 特大好消息 百万好菜板 换心大不丢 丢掉家里 发霉发黑的旧菜板 只要现在打击电话 原价399元的盛世德 双面抗菌菜板 只要99元 前100名打击电话者 再次价值69元 抗菌块20双 抓紧时间 抢购吧 不开烈 不发霉 不变色 机会所受不多 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 抢购吧 之前用的这个菜板吧 当人买的时候 看得还不错 竹子做的 但是你用起来 你就会发现 发霉 还容易发黑 洗也洗不干净 这个菜板多好 这一面可以直接 就是切这个水果和蔬菜 然后这一面 我平时呀 就是说剁骨头 切肉 鲨鱼之类的 都在这一面 一眼都不会串位的 特大好消息 原价399元的 双面抗菌菜板 只要99元 再次价值69元 抗菌块20双 抓紧时间 抢购吧 它是新科技 它是联合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 采用国家发明专利 抗菌不锈钢材料 并且拥有 7份国家权威 检测认重的认可 真的太牛了 重点你再看 我们在不锈钢上面 做了特别难的 钻石纹工艺处理 一是食物不粘连 二是保护刀具 切菜 切水果 切熟食 用不锈钢面 切肉 剁骨头 切生食 用古物纤维面 独串味 不滋生细菌 干净卫生 更放心 超大排面 做面包饺子 剁辣椒 还能墨蒜泥 一块菜板 安心用十年 原价399元的 双面抗菌菜板 只要99元 再送价值69元 抗菌怀20双 赶紧拿起 手中的电话 签够吧 那次 真的很凶险 他只是转一下头 突然 眼前一黑 整个人就像被电晕了 幸亏及时 要不然 这个家就垮了 我希望 老公的颈椎病 快点好起来 颈椎不疼 脖子轻松 还能撑起这个家 快轻松排 颈康胶囊 专门治疗 颈椎病 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用对药 快用 快轻松 你的颈椎 还好吗 颈椎不好 肩背痛 颈椎不好 手发麻 颈椎不好 头发晕 颈椎病 反反复复 快用 快轻松 快轻松排 颈康胶囊 创新双重疗法 补肾活血 专门治疗颈椎病 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认准快轻松 快轻松 真的 快轻松 我们来了解一下 叔叔的情感情绪 我两年婚姻 段头很短长 第一段婚姻 是我们班长给介绍的 他是家里的老小 脾气非常大 婚后一吵架 就摔杯子摔碗 前景还嫌弃我家庭穷 过了两年 我俩就离婚了 十年后 经过公会介绍 认识了第二年妻子 因为我没有房子 所以我住她家 但是她却总是一身一滚 怀疑我 而且夫妻生活很不和解 所以不到半年左右 我就协议离婚了 这两年婚姻很短暂 都没有孩子 很可惜 后来我也一直在寻觅爱情 但是对方一听 我没有房子 就不同意 我会做饭 以前给养老人和单位做饭 也会照顾人 我老爸老妈都是我吃虹肉的 现在咱俩在一起 我可以天天给你做饭 呵护你 照顾你 你会忽略我的经济情况 看到我的一颗真心吗 我会找到你吗 这个刚才说了 第一段是因为什么 因为嫌你穷 对对 父母是农民 谁的父母 我父母 是嫌咱家里穷 对对对 然后最后选择了跟你 现在现在我就我自己一人了 姐姐弟弟妹妹不过来吧 那第二段咋回事 第二段为啥分乐 第二段为啥分乐呀 第二段是有毛病 性老大 有毛病 精神不好 什么玩意儿 没听太清楚 精神不好 精神不好 性老大 精神不好 父 就是没有夫妻生活 我想问一下 上次有个大姐抱灯 跟你牵手走了 怎么现在你又来了呢 那个来这我就告诉他了 我不要上我家 我说我住个地方的 还有两三个月到齐的 他不给你120平房 让人邀请你过去吗 他没闹闹 他不是说那个我那五 我不要去 我说男女也不要去 女女也不要去 那你他说那你那五是埋的 我说晚上给我来电话 说我太强了 太强势 不处了 我再继续找 我那都可以行 他说我太强势了 您做什么事 不处了 你觉得你做什么事 让他觉得强势了 就是说不要上我那住 不要上我那去看见他 我那事 我说我那 他说你那我太埋的 我说 问你为什么 你住我狗圈住 印尼有关系吗 你上你的住 你终于就算不同意拿倒 那以后要因为这个事 你就找不着对象了呢 找不着找不着 或者没关系 那你你问我说了 那你要是不同意什么 你要不同意 你拿五百块钱来 我要是不同意 可以推你一钱 你看吗 不是他想了解一下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 有问题吗 对 人家没人出于好心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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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你那去看看 给你收拾 男女也不要去 女女也不要去 女的更不要去 为什么 你那屋里边怎么了 发生什么不可见人的事呢 我以前就是别人给介绍 就说这女的上人家 有的上人家 拿你帮你走 有那的 我听人讲 那你 所以说我告诉那女 我说尽量你别上人家 可能怕着自己控制不住吧 所以说他就是拒绝让人家去 是吗 因为方才那已经表示了 不给自己留机会 是那个意思吗 那位大姐啊 当时在这表态很好啊 他120平他接受你去 当时是瞧了一幕 他就是说的 看你们这怎么办 一日三餐 而且呢给他做家务 他有这种心理 他说非常享受这种状态 所以才报灯要接受你去 没成想晚上就变了 你是不是怕一上人家 你惹你啊 你不怕讲究吗 你去看他那家 像猪屋狗居一样 你知道哪里 他去他去 你拿五百块钱 全国的儿子 我还不可能给你钱 完事了 你看他 啥意思 没明白五百块钱是啥意思 给你的定金呢 家劲 就是他这狗屋 也不嫌 我狗屋 就完事了 走了呗 其实谈到了 是不是应该到对方的房间 去看一看 这个呢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双方的坦诚 因为可能是去看你一眼 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但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我放心了 我知道你在哪 我知道你生活的状况 是什么样子 这个都是相互之间坦诚交往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 但是如果坦诚到什么样的程度 自己心不希望 把自己所有的一丝一毫 都展露给对方 这是双方在相亲的过程当中 一个态度的问题 也是能够为今后更好的 让两个人携手并肩 起到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那个大姐抱灯 就非常喜欢欢迎她去 我就想 因为谈到这个夫妻生活了 我就觉得挺奇怪 这么两天 是不是因为不和谐 我想问这个事 是吗 没去过参加 这么大岁了 俩儿到一起 就是互相 互相照搬 老伴老伴吧 到老了找个伴 找个伴 有病了 倒点水了 拿点药了 这就属于爱的最真实的了 现在 钱大就重要 没有钱 像我这种情况 条件特别差 不如这么情况 我可欠天北 条件太差 就不能考虑 特别全了 咱没房子 就条件太差了 人不死 就和谐这事 我就干不起来 不管男女 我觉得夫妻之间 这是一种和谐 和谐 不是说要求 这是要求的事吗 对吧 只要两个人 在一块 开心快乐了 我想什么事 都是自然而然的 不是强迫的 不是要求 我觉得那个 有点给我感觉不对了 它是一种疾病 那你觉得除了这个方面 第二任妻子 对你其他的 对你怎么样 这我倒参加五个饭 那你倒 你刚才不是说 倒是亚洲做饭吗 对啊 我来谈的什么 精神也不好 你看你这个腿又毛 腿埋在的 这是你是在厂 干威脅的 你们厂力千年功而进 你这是 这女人做你大腿蹭 因为在夫妻的 共同的生活当中 它有几点是共同的需要 首先一点就是亲力 亲力包含的内容非常多 另外一个就是情感的交流 还有一个是沟通 还有就是欣赏 以及相互之间的幽默 如果这些方面 都能够站得齐全的话 这个婚姻一定是幸福的 大哥您现在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 找另一半 先决条件 得有房子 有房 可以这么说吗 对 这事实 事实 得有房子 这是一个要求 对吧 对 第二个 两个人在一起 必须得有和谐的夫妻生活 这更好 有就行 没有也无所谓 我可以这么说吗 作为场上唯一一个男性 我都替我大哥走近 几个条件吧 第一 得有房子 第二 有那个生活 更好 没有也无所谓 第三 我们大哥有才艺 会做饭 会买菜 才艺啊 这是啊 在生活才艺 好吧 怎么呢 你让我做 我还做不好呢 是 对不对 这是优势 每个月能挣4192 光大哥 我刚才给您总结的这几点 对不 基本正确 基本正确 好的 对 身体还好 打篮球 对啊 对啊 报扣 扣篮 五点 你来给他展示一下 站得有点僵直了 你打篮球 扣篮 来 哎呀 扣篮 场上的男嘉宾留灯 请选择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场上 四号姐姐继续为我们本场男嘉宾留灯 四号女嘉宾在与男嘉宾两次相亲之后 为他留灯 在众多女嘉宾对男嘉宾的观点都表示不满的时候 他是为何勇敢留灯 爱的选择 答案马上揭晓 那次真的很凶险 他只是转一下头 突然眼前一黑 整个人就像被电晕了 幸亏及时 要不然 这个家就垮了 我希望老公的颈椎病快点好起来 颈椎不疼 我轻松 还能冲起这个家 快轻松牌颈康胶囊 专门治疗颈椎病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用对药 快用快轻松 你的颈椎还好吗 颈椎不好 肩背痛 颈椎不好 手发麻 颈椎不好 头发晕 颈椎病反反复复 快用快轻松 快轻松牌 颈康胶囊 创新双重疗法 五肾活血 专门治疗颈椎病反复发作 颈椎不好 认准快轻松 快轻松 真的 快轻松 敢于上场 才能收获未来 挑战 你可以更强 双汇 肉量足 更好吃 不断突破 更新 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汇 四号姐姐 继续为我们本场男嘉宾留灯 表示愿意跟您牵手 同时我们本场男嘉宾 选择的心动女嘉宾 同样也是四号姐姐 然后我想问一下小红娘文文 我们的致推女嘉宾是几号 致推女嘉宾就是本场的七号 温书房温阿姨 按照我们叔叔的条件 是第一她有房 然后也不是很介意对方的财产 所以说我们温阿姨 是比较符合男嘉宾的要求 另外我们温阿姨 是一个性格特别温和的人 包容性也比较大 然后对叔叔来讲的话 也是符合她的 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的要求 但是她现在已经不接受 就是这个系统更新的有点慢 这个系统更新快点下回 现在七号姐姐就愿意上别人家住了 不愿意跟自己家住了 我也得享受一把拎毛就走的 拎毛入住那种脊柱那种感觉 可惜 好的 那么是这样 那么四号姐姐留的 还有我们的七号是制推女嘉宾 来 有请二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大屏幕上 会出现三个问题 我们男嘉宾可以就你关心的问题 向对面的女嘉宾提问 第一个问题 能接受我去你家住吗 第二个问题 你喜欢能干活的人吗 第三个问题 婚后生活如何规划 第一个 第一个 能接受我去你家住吗 来 两位女嘉宾请回答 不接受 不接受 那您刚才为什么为她留灯 这个可是她一直坚持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 是个很实在的人 但这个人太轴了 你说感情触到一定程度的 你不去人家邀请你去 你现在就在房子上纠结 你能找到那一半吗 所以我就说你不要太走了 你应该拿出你的诚意来 所以我就想给你留灯 给你个机会 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你 你确实是个好人 你也是个实在的人 就好像好多女嘉宾说 上来就说你工资卡能不能给我 你自己做是一样的 你这上来就要房子 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来 七号姐姐 您现在能接受去你家住吗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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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回答的这么肯定吗 那如果这个人你特别喜欢 特别爱呢 那也不能 你这都没住好 还住啥 好的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男嘉宾站在你面前的两个姐姐 七号是致推女嘉宾 然后呢你选有可能被人拒绝 但是四号刚才也明确了 虽然你选的四号姐姐 是你的心动女嘉宾 但是人家给你留灯吧 不是因为相忠你了 是想鼓励你 来 男嘉宾 您是否继续 我没法选了 都把我全部同意了 那你就可以 人家选我 我不能选人家 因为 人家都不同意 没法选 人家都没同意 我想问一下咱男嘉宾 如果说这个人符合你 愿意让你向他家住的 这个住房的要求的话 是不是这个人长成啥样 看着顺不顺眼 你都愿意跟他走 这八位我都同意 没有一个同意 咱就自卑成这样吗 就是我没有 因为我没有房子 所以我没有权利选择 我爱的我喜欢的人吗 就因为房子吗 别的没有其他原因呢 这各方面的 所以说没法选择 好的 那么我们要尊重一下 我们本场男嘉宾的一个选择 可能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理由 会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 不能执着于自己的 这种生活状态当中 也要听一听旁边人给你的劝解 我觉得四号姐姐给的个意见 您应该要听进去 咱男嘉宾啊 虽然活得很现实 但是这个 他说不能上台下住 我现在是哪住 在住房住啊 那您一个月四千多块钱 租房子住咋的呀 咱们有男嘉宾那样 而且很坚持 以后你来了 你就跟我租房子住就得了 我就不让你家去住 这样的男人也比比皆是啊 不好 好的 不管怎么说呢 今天关大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没有牵手成功 也非常的遗憾 但是希望在线下 或是在电视机前 能够遇到那个 您的真正的爱的选择 好的 再一次感谢您 来到我们的舞台 谢谢 祝您早日 获得幸福再见 好 再见 可真仇人哪 杜叔叔没有成功抱得美人归 这次求和温阿姨的情绪呢 异常激动 心思匪时不可转 那叫一个坚决呀 其实他俩呢 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就是遇到问题 杜叔叔的解决方式 有很严重的弊端 出现矛盾呢 总以离家出走的方式去处理 傻感情也经不起反复的作呀 叔叔 引以为谢吧 再聊聊第二位男嘉宾 关叔叔 今天的表现呢 很不好 不仅择偶标准说的不清不楚 而且对于上次在舞台上 牵手了一位女嘉宾后 又分手的原因也表述不清 让在场的女嘉宾很是糊涂 男嘉宾呢 您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呢 和另一半相处过程中 最不能接受的又是什么呢 要文文说啊 既然来爱的选择 就要有所交代 事事明晰 尤其对待找老伴这件事上 更不能含糊其词 有什么就说什么 你是喜欢啥样的 不喜欢啥样的 能接受和不能接受的 直说 只有明确自己内心的想法 才可以往前迈出那一步 否则连自己想找什么样的 都不清晰 我们也替您着急呀 不过呢 文文在这儿啊 还有个好消息 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刚刚失落下场的第一位 男嘉宾 杜叔叔 在场下成功赢得 我们温阿姨的回心转意了 两人啊 已经牵手回家了 所以呢 坚持就是胜利 好了 相亲有技巧 可得花心思 024-2318-6789 快来爱的选择 文文会继续绞尽脑汁为您促成 美好姻缘 我觉得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 真的见过很多的这个各个姐姐们 她们都有各自的这种 个性 个性 然后呢 也会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 包括对另一半也会有自己这种独特的要求 哎呀 这种要求 大多数人看来可能不行 但就像我们男嘉宾说了 8个不行 10个不行 1000个里边总有一个行的吧 我为啥上电视找 那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了解我 咱们也支持他啊 如果真的是喜欢对方有演员了 第一有演员了 第二缘分到了 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合不合适 合不合适 这个这把年纪了 在一起过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不管怎么说呢 今天也非常的遗憾 没有牵手成功 那么也希望 第二期前的您能够来到我们的选择舞台 有更多的机会 来让您选择 好的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好 我是一个人的选择 他在这里等我 有更多的机会